第五波疫情下,香港公立医院收治的新冠患者人数急剧增长 作为现实香港40多间公立医院之一 香港东区尤德夫人纳达素医院中也是忙碌异常 日前,该院护理部资深护士蔡成志通过视频连线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专访 蔡成志先任港岛东联网纳达素临床模拟训练中心护理统筹主任 平时也在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农历青年后,她眼见疫情形势渐去严峻 便主动请婴调职前线,支援临床工作 最大的挑战就是,始终疫情也严重 难免同事在她自己家的环境或者在社区那里不小心感染了 又或者因为是紧密接触者要去做一些隔离的动作 所以人手,部门人手方面都会紧张的 真是当有同事那下没办法上班了 来不到医院上班的时候 大家都举了手一副百应 我来回吧,不要紧,取消休假等等 蔡成志所支援的身切治疗部又被称为ICU或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其中收治的大多为重症患者 在竭尽所能抢求病人生命的同时 医生们也需要关照病患家属的情绪 因为始终在隔离病房,隔离病房是不准备探病的 变成家人其实都真的没办法来 自然很多时候都会很紧张 可能经常都会打电话来医院 但都很好,大家尽量会安排一些视像的会议 视像的面谈 对于此前多年在家户病房工作的蔡成志来说 她见过太多的生死离别 在这里,医生除了全力以赴 用专业能力守护患者的生命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为人们送上点滴温暖 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见到那个景象,就是家人 我想是她的女儿来的 手不断地摸下去 手摸到被人的臉上,帮她抹脸 而家人也看到她哭得很厉害 真是泪流满面 心那一刻,很複雜的感觉 我做了一块暖暖的湿毛巾 给家人去为病人抹脸 还有带一张好一点的纸巾 给家属抹脸 医务员都会尽量去引导家属 其实可以做些什么,你可以捉住她的手 可以帮她试一下,她的面疏一下她的头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首饰她真的想戴 可能终于有一句说 叫做物以善小而不为 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很少的事 让蔡承智没有想到的是 为了让病人和家属不留遗憾 她忙于病房工作 却也因此错失了与重病的婆婆 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其实刚刚我帮其他家属安排 道别环境的时候 我手机不停响 我自己都没为 因为我上班都不会 怎样看手机 不会的 我也都没有 原来不知道 背后有一件 那么重要的事件发生 事后完整了监 就是完整了刀 我才知道 都一样会有遗憾 因为会是那种 有似成块拼图 在小一些东西 我有时候 现在倒回转就想 至少我令到其他人没有遗憾 我相信我婆婆会明白 虽然遗憾 但蔡承智直言 自己并不后悔 如今的她 依然每天奔忙在抗击疫情 治病救人的临床一线 与她来说 这份工作的价值 在于守护患者的生命 更在于抚慰家属的心灵 让人们在冰冷的绝境中 也能感受到一份人间温暖 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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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 不及时 也能感受到一份工作